佛弟子做事的正确心态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上次在五台山 一师兄问 如何学佛 我说 先发愿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发愿把这辈子奉献给三宝 这样子才能入道 以前有个人 算命的说他活不过二十五岁 于是他就发愿 把附近的观音妙修一修 这魔已修 就修了二十多年 他整整活到五十多岁 还健在 可见命运是靠怨力而改变的 人的生命可以分为三种 肉体的生命 心的生命 灵性的生命 肉体生命很短暂 心的生命和灵性生命就比较长 心的生命包括人的各种习气 喜好 灵性生命 就是一个人的觉悟程度 人能懂得发愿利益他人 是真心的利益他人 就慢慢代表他在觉悟 也就是说可以接近入道了 人活住要为什么活 这个是灵性生命在问 学佛首先不是说念经 这个只是方便说而已 最重要发起利益他人的心 这个心 才算入道 才算开始走入佛道 人要跟菩萨感应 菩萨是利益他人 人的频率要和菩萨吻合 也要发起利益他人的频率 菩萨度人如此吸铁 如果是个石头木头 那菩萨这个磁力量再大 也吸不上来 人发起这个心后 去做善事 一定得到护法神护持 护法神其实是护持你的道心 人有一念善心 老天都会保佑 但有的时候 想做善事为什么困难重重 障碍重重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护法神在考验你 你发的心是纯正的吗 你做善事 是为了得到名声 得到利益 得到别人的赞叹吗 那护法神就是献一些人 来诽谤你 说你是骗人骗钱 你能不能过这一关 这一关叫做面子观 修行人首先要过面子观 人是为了培养福报 而做善事 不是为了得到好评 要有这个心态 过了面子观后 就好了 所以真的修道人 遇到是非 不会去辩解 因为是一心向道 不是一心向名利 向面子 第二个原因 是福德不够 想要做善事 自己本来也要有福报 好比说你要种粮种的水道 土壤好 水道就长得更好 福报不够 善缘不够 想要做事情 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祖师大德做事情 或者盖庙 或者度众生 只要振臂一挥 大家都跟上来了 这个是福报 那福报也是点滴培养起来的 想要做祖师 想要为众生做牛做马 不舍弃微小的善行开始 以前人出家 都要先为常驻服务 为三宝服务 其实是培养自己福报 为众生 为老板服务 都是一样 这个很重要 那福报不够时 最好能踏实地做一些事情 去做义工 或者去念地藏经 修地藏法门是比较适合的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下滑线 74C343100102 v887.html 最好能踏实地做 全部都没有 转换 我们的转换 我们的转换 如果能踏出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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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